另外看到现在有诈骗集团 把歪脑筋动到一人身上 纵阴天网无中线自身研发 还有代研的产品吸引了很多消费者 没有想到却有诈骗集团 是盗用他的照片跟影片 在网路上面来骗钱 就有消费者收到了商品 打开之后才发现 我买的不是果胶吗 怎么变成咖啡粉了 但是却是求助无门 但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是在超商来取货的话 网路是有提供所谓的安心取得服务 可以来帮助消费者讨回公道 综艺天网无中线推出保健食品 网路上讨论度高 也因为天网的名气 让诈骗集团动起歪脑筋 像瘦身民众买产品 诈骗集团猫用献歌招摇撞骗 让消费者收到假货 打开包装倒出来梗池夸张 里头装的居然不是果胶 而是一包包的咖啡粉 诈骗不止一张 还有粉砖一夜市广告诈骗 甚至诈团假冒成瘦身老师 说是倩歌的代理商 依消费者情况搭配产品分量 是合作关系 没想到收到的也是诈骗 才知道自己掉落诈骗陷阱 就怕更多民众无辜受骗 干净和艺人骑妈合拍影片 同时也在脸书呼吁业者 停止各种违法行为 实际波打粉专电话 无人回应 指诈骗猖獗 民众该如何自保 其实如果是在超商取货 网络有提供安心取服务 消费者如果是到门市取货 对包裹有疑虑 像是遇到诈骗或是空包 都可以上平台做申诉填资料 业者确认是假货 就会协助退款 千万不要再来路不明 网站买产品 不然受害的只有自己 华尔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群 Shah